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好 我是燕修老师 那今天想要来为各位介绍一下威力导演的手机版 它的一些基本的操作功能 那您可以到iOS的版本或者是Android 它其实都有支援威力导演的一个手机版 平常如果你在剪片的时候啊 想要快速的来操作 我个人是觉得蛮推荐的 因为它不用到电脑里面而且又可以很快速就可以上手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老师这边有装了威力导演 点进去 好 进来之后呢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些基本剪辑 一开始进来呢 请按下新增装按 好 那我们想要编辑的比例呢是16比9 我可以用在FB啦 YouTube啦都还蛮适合的 所以我们就点这一个16比9 进来后您可以去挑您要的影片 那我先介绍一下界面 首先呢第一个是基本工坊 这个位置啊就是放您的素材区 所以呢我们要放进来到主要影片轨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素材的位置 上面有分成影片 那照片跟音讯分成三种 那第二个地方是附叠轨 只要是附叠的物件都是放在附叠轨 好 那我们现在呢先下方这边是你的时间轴 老师先点这个最近项目点进来 这里呢就有些影片可以使用 好 那我现在点的是第一个我拿我自己的影片 按下加好 然后我加下来 好 那放进来的素材啊 我们可以再去放其他 例如说我前方我有做了一个片头 所以我们一样的点上一个箭头回去 回去好 让我们选择的是其他的照片档案呢 所以我就选第二颗上面选第二颗 会带到照片类的 那照片类的进来之后呢 一样我是点最近项目 好 这里的话呢我就点选第一个 这一个影片好 就是点他 那我要加上来的话 这是照片 老师想要放在这个轨道 好 第一个主要影片轨之前 因为前面后面是影片 但是开场 这时候呢我只要点他 点一下或按加好 因为我的时间线在最前面 这可以动哦 你可以看到时间线 好 这时间线放到最前面 所以我们就按一下加 它会加在我的线段的位置的右侧 那刚才的影片呢 右边就会被挤过去 好 那放进来后啊 我们点一下物件 当你点选轨道中的物件呢 好 你会发现它会直接进到编辑区 编辑区呢 编辑区就是后置的画面 在微单手机板它是这样分类的 左上角这个区块是媒体来源 所以你点一下后可以再回去加媒体 加完媒体进来后呢 下方这里就是你的物件 我点了后就可以进到物件的编辑区 这样了解吗 所以老师现在如果点的是照片 下方这一排呢都是照片的进阶工具 后面还有哦 可以滑动 好 老师如果点的是影片呢 下方这一排啊就是影片的编辑工具 那还是一样可以这样滑动 好 里面有一些新的功能 好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老师这一张前面这个照片 好 我点前面咯 照片 我想要停的秒数 我想要改变 所以呢下方的地方呢 往左边滑动 它有个功能叫做时间长度 我可以点一下时间长度 改变这一张照片的停留时间 那例如说我要三秒钟就好 我这边可以直接滑动 改三秒 完成后呢按下确定 好 确定 好 这一张就变小咯 再来我们点第二个 第二个老师的影片呢 老师想要转正 我拍的时候我用手机拍的 然后拿直视的拍 所以把它转正 转正的话呢 我们只要利用下方功能中的旋转 旋转来点一下 它就可以旋转 角度我们可以自己挑我要的 好 所以我现在影片就放进来咯 放进来之后呢 老师在这一段影片前头啊 播放的时候 好 来 这可以播放哦 第三款的话呢 好 前面讲话有点怪怪 第三款有点讲坏掉 好 那我就可以怎么做呢 好 首先这个地方的 位置可以放大 时间轴可以放大 透过您的手指 拇指跟手指这样滑动 滑开来 好 这要感受一下 滑开来 它这个就可以把它下方的时间轴变大 变大我们可以移动 听看看 停 就是 再一次 就是 停 OK 好 老师从这边开始哦 好 前面我想剪掉 后面我要留着 好 点一下影片 点了后的基本剪辑呢 在下方往前 往后滑动这边 在最前面第一颗 有一个功能叫做分割 分割 点它 会让您的影片一切为二 切完之后啊 老师的前面这一段不要了 点一下 点了后一样下方的就是它的功能 那我们可以找一下 左边有一颗叫做垃圾桶 删除 您点掉 好 它就会删掉了 讲了解吗 它就会删掉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再看一次 滑动 好 右上角的 播放键 播放键 点 三折式的打牙触碰键盘 OK 好 所以我把它剪掉了 好 再来 两个影片啊 就是两个物件的中间 不管是照片或影片 或照片照片 影片 影片都可以 中间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转场特效 那您只要点它 小格子点它 它下方就会出现一些转场特效 可以让您来选择哦 好 那假设老师选择的是第一个 淡入淡出或模糊都可以 我用淡入淡出 好 我点了之后呢 来我们滑一下下 好 右上角放硬 三折式的打牙触碰键 它就带过去 那预设的时间呢 目前是两秒 两秒指的是这个 转场特效的过场的那个 动画 它是大概只走两秒 所以您可以自己去选择 还蛮喜欢的不同的效果 它后面挺多的 不同的转场特效 你可以选 那如果你的画面 跟老师有点不太一样 记得要更新哦 好 老师刚才有更新了 威力导演的手机版 就是行动版的功能 好 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 做简单的一个处理 剪辑 好 那再来继续播 老师现在在介绍工具嘛 好 介绍键盘 那介绍键盘 我想要加一点点的文字 文字 文字的话应该会是加第二轨 所以呢 它算是 附叠轨的一种 好 那我们先回去咯 点回箭头 好 回来之后呢 附叠轨是这一个 这个是附叠轨 你可以点一下 点了附叠轨后 它上方就会有T 文字 影片 照片跟贴图 都是叠到附叠轨中的 好 那我的位置我抓到后 这里就有很多的文字可以用 那老师是有订阅 好 我有订阅 对 威力导演的手机版 所以我这边就有很多的效果是可以使用的 好 那我老师就可以去找我喜欢的一些模板 好 这边有一些模板工具可以使用 有一些其实跟威力导演的电脑板有点像哦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去找你喜欢的样板 直接拿进来用 好 那假设因为我是介绍工具类的 老师用这一个 好 点一下后按加号 它会放到我的线的位置 好 往前一点点来加 它会放进来再第二轨 好 点一下文字 点一下文字后一样就会进到这个文字的编辑区 老师想把它放边边 放边边 OK 好 然后放边边后呢 我们想要来做文字的输入 好 老师现在用蓝牙键盘咯 我用蓝牙键盘来进行输入 这样的话我打字的速度比较快 好 那当然你可以用电脑 对不起 用平板的键盘去打也OK 好 那怎么打字啊 打字的话呢 你可以在中间文字的地方快按 快两下去预览 快两下去预览 好 来回去 点它后呢 下方这里 这边 有个编辑 好 有个编辑 你可以打字 这里可以切换 因为这个是动态文字 好 动态图形文字 所以它有两个文字方块 上面跟两个 你可以切换 那我下面黄的这一个 就是第一颗 老师按一下编辑 来点一下编辑 编辑后它会弹跳出来文字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切换一下 好 你可以用你的输入工具 OK 那就是三折式蓝牙键盘 好 来 确定勾勾 好 那这样字就打完了 然后再来 如果你还要再打其他的文字的话呢 这边可以再点一下 下面要先换喔 这边可以换掉 就是现在的文字 好 那如果你要打字的时候 就点一下 好 这边一样可以改掉 好 有游标 OK 确定 这样 好 来 没有问题后呢 来一样大小位置可以调整 好 我们放左下角喔 好 那在右下角有个叫做色彩 色彩的话是指说文字的颜色 好 文字的颜色 所以你看我如果点上面 它就变成是黑色的字 好 字的部分 好 来 那再来继续喔 因为老师中间会讲话 所以前面这个地方是没有声音的 没有声音的话呢 我想要加一点音乐进来 所以我们点的是第一颗 主要影片轨的第三个音讯 音讯的话呢 因为订阅版里面 它其实有提供了一些的 音效频段可以使用 所以老师进来后呢 我们就可以点选音乐 来 点音乐 好 这边就有很多走不同的音乐 我随便点喔 好 随便点进来 好 你就可以在线上听音乐 找到你喜欢的音乐 你就可以听看看 好 来 我用这一个喔 那老师想要用这一个 就按右边的下载 都在这里喔 都在这里 按右边的下载 我要放在最前面 放在最前面 所以我等它先下载完毕后 然后等一下把它加进来 但我加进来 我只要这一段就好了 我后面声音的部分 我不想要有背景音乐 你当然要也没有问题啦 就看您自己喔 好 来 那这首歌我们就按一下加号 它会加进来 在音轨中 可是它太长了 所以老师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点它把它剪掉 来分割 分割 右边这一段呢 老师就把它丢垃圾桶 垃圾桶 好 那我们声音的部分 你可以听一下下 播的时候 三折式的蓝牙触碰键 它声音其实会马上的就 就不见对不对 所以我们点一下声音 行动版它有一个蛮厉害的地方是 行动版它竟然有支援音量的处理 所以你的音量竟然可以用keyframe 这边有一个关键画格 你可以用关键画格去处理音量 所以老师假设从这边 开始弹路的时候 声音要开始慢慢的不见 所以点一下关键画格 对好位置之后再往下面再加一个关键画格 好 加关键画格 第二个关键画格向下掉 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看一下声音的部分播放时 它会慢慢的不见 很厉害 它会慢慢的不见 所以你可以去调整声音的地方的进场出场 好 同样的最后ending结束的时候也是 那如果你觉得老师在讲话的时候 你也要有背景音乐的话也可以 但音量一定要降 所以音量降的方式就是点音量后 诊断不需要调keyframe 诊断的把它往下降就可以 就看你自己的需要 那我是不要 我就直接呈现就可以了 好 那到最后最后结尾的时候 回去主要影片轨 把刚才的照片素材放进来 那照片素材当结尾 但是我想要教你们用色版 然后打一个1 2 D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们点色版 色版就是单色荧幕 点一下颜色 加 它会加到时间线的后头 点中间的转场特效 找一样维持弹入弹出 好 然后呢文字呢 一样的回去 左上角 左上角这一颗 好 回去 回来之后我们点第二个附叠轨 附叠轨 点 点T文字 好 我们就最后做收尾哦 END 好 所以最后的部分的话 老师一样找一个快速的方式 来我们点一下 加 它会加到下方 好 那因为它不用那么长哦 所以你可以点它哦 把它缩短 我不用那么长 好 点这里中间 第一个powderator这个位置 我们用编辑 好 这可以把它 改成你要的字 好 那这个地方的编辑呢 我想要做最后的收尾 所以呢 我就直接打 老师频道的名字 好 来 OK 好 再来第二个 第二个下拉点 这边点这里 编辑 好 来这边一样的再继续 OK 没问题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预览的时候 来播放 对 它就会结束 那结束的部分也是一样的 我希望在这个位置 还是要加上个背景音乐 好 我们点回 第一个主要影片轨 这里点进去 选第三个分类音讯的 然后找音乐 好 我们用同一首歌啦 所以我们刚刚乡村里面 点进去后 看我刚才下载的是哪一首 这一首 老师又点它 一样按加号 它会带下来 好 那这里我就会设定到淡入淡出哦 因为我们会有 开始跟结尾嘛 所以我现在点音讯哦 然后滑动 记得哦 下方的轨道很特别 是用线 中间线不会动 你要自己滑动 按分割把它切断 右边点选后 找垃圾桶删掉 好 我们要让这一段 前方有淡入跟淡出 那它这边其实有一个更好用 在这里 叫做音量 你点进去 点进去音量 它呢 这边就有个淡入跟淡出 淡入跟淡出 你点选淡入 点选淡出 这一个 音讯轨 你就会直接点选淡入跟淡出 它会自己去设定淡入跟淡出 知道吧 这一个淡入淡出 那同理 如果你不喜欢 不想要它帮你设定的话 同样我们也可以自己加keyframe 你看它其实时间会动 淡 然后慢慢的出现 慢慢的这样 那如果你不喜欢没有关系 我们就可以自己去拉线 您就可以在这个位置 一样加keyframe 好 它有淡入啦 你看它有淡入 淡出是因为时间不够长 好 所以我们自己一条 来这边拉长一点点 这个可以拉 好 那这个节点呢 是声音慢慢进来 再多一点哦 到100好了 对 那你要看老师原本的声音 不要太突然比我还大 比我还大声 好 这个keyframe我不要了 这不要的话就是到这 节点这边把它点掉 好 所以长度还是要够哦 来 动一下就好了 这边动一下 让它有节点即可 然后位置跟我刚才差不多 结尾的时候要离开咯 往下当 这样就好了 好 所以我们听一下咯 来 放音 对 声音就会起来 然后再慢慢满下去 OK 整个就收尾掉 好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透过威力导演行动版的方式 进行剪辑文字 跟声音的部分的调整 好 那整个完成后啊 同学如果你想要再 把影片的部分修饰一下 例如说声音要大声 老师的音量 老师现在点影片哦 我自己的影片按音量 音量你就可以一起 整体的放大跟缩小 整体的 好 那再回去咯 回去的话公白处点一下即可 再点一下影片 好 那另外它下方有几个 跟颜色有关的 一个叫做柔肤 柔肤特效 你可以去让你的肤色变好 第二个的话呢 是滤镜 或调整 都可以调整 你看滤镜 滤镜里面就有很多种不同的风格 我可以点选肖像 肖像进来之后 例如说老师点唯美 好 我放弃 好 回去 回去就是复原 这一颗复原 好 复原它就回来 所以它有一些特效可以加 好 那我们回去哦 好 再点选影片 空白处点一下 点影片 好 另外呢 它也有这个柔肤工具 你可以点 柔肤工具进来之后 你可以点选亮度 这里 对 亮度可以加 然后再平滑度也可以加 就看你自己 你想要 一点不同的风格的时候 就可以出 整个都完成哦 完成后呢 其实装案档是不需要储存的 因为你只要点选箭头回去 它会到您的主装案中 好 我们再按一下房子 它会回到主装案 装案就在这里 直接存在位力导演里 对不起 直接存在平板上头 手机或平板里 好 再点进去 好 另外老师 如果现在要汇出的话 好 我们点编辑装案 这边可以直接输出了 那我们点编辑装案 进到编辑装案的右上角 也可以让我输出 这边输出 点一下 好 点进来后 它就让你输出成 直接丢到社群平台上 或者是我们要储存至相簿 那这里的解析度 因为老师拍的时候是Full HD而已 没有到4K 所以我就点第二个 订阅版的话 才会解锁上面这两个 如果是免费的版本 这是720 好 按下输出 确定 这样就好了 所以呢 行动版呢 它可以支援手机 不管是iPhone或者是Android 它其实都非常好用 那你有时候需要一些简单的 小小的编辑影片 我是觉得我行动版很好用 像我自己很多影片 其实都是用行动版直接做的 那您可以用行动版做简单的剪辑 那想要再复杂一点的 功能再多一点的 当然就是回到电脑版 好的 老师现在输出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影片 我们看一小段就好了 好 讨完之后呢 我就按一下立即播放 三折式的蓝牙触碰键盘 这一款 对 然后答案是出现 那这个 对 所以它其实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好 来 快转喔 后面 OK 这就是行动版 好 那行动版部分 老师提醒一下 对于我是iOS的关系 Android它有个更好的 Android的平板或是 那个手机喔 可以把这个装案 再打包 回到威力导演的电脑版 再制作 那这一块iOS 目前是没有 比较可惜的 然后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你要特别注意 我们在剪辑完后 你原本的素材啊 不是储存在相簿里吗 你那些相簿的素材不能删喔 如果你删掉后 你回去主画面 好 我们回到home 你如果回去后 这个装案档里头 素材就不见了 它存档的时候 是储存制作过程 它的影片还是在你的相簿里 所以呢 如果你把相簿里头 那些影片给删掉了 这个装案档在开的时候 它就会变黑色的 这跟电脑逻辑是一样的 所以你如果以后啊 确定好不要了 你的原始的档案 再把它删掉 会是比较安全的 好 以上的部分 我们先做最基本的剪辑 之后啊 有空的时候 老师会再录一些 例如说像是栏目去背 遮罩 还有做一些很有趣的 一些文字的变化等等的 我们后会有期咯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